老公背叛了 要不要跟公婆告状 答案是不要 因为公婆不仅不会帮你解决问题 还会让你窝更大的火气 以下这三个原因你要知道 第一 你的孩子是你教出来的 你的老公是他爸妈教出来的 将心比心 你以为公婆不知道他儿子是什么样吗 可以这么说 你老公所有的问题 都是你公婆惯出来的 他们心里比你这个儿媳妇要清楚得很 他们只是选择了沉默或者是纵容 也不是说他们故意袒护 而是他们不会因为你的一两句委屈 才承认自己教旨无方 第二 即使你的公婆明事里便是非 碰到这种事情 他们顶多也是帮你说两句话 数落一下他的儿子 劝你别和他儿子计较 他们还能拿他儿子怎么样 让你们俩离婚 给你经济补偿 你觉得老人会这么做吗 第三 公婆帮你没有太大的好处 或说好处远远没有比坏处多 我问你 公婆老了指望谁来养他们 肯定指望儿子吧 对婆家来说 你就是一个以外人的身份加入到他们家 儿子才是他们能指望得上养老的那个人 所以公婆不会轻易惹怒儿子 明白了吗 我是百晨刚 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